大家好,我是学良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Hamilton卡奇陆战系列Murphy表 那这款表在2019年一推出的时候就引起非常大的话题讨论 那当时呢,我也拍过影片为大家介绍过 就左边这款42毫米的版本 而最近几年呢,因应所谓小表镜风潮的回归 又推出了一个38毫米的小尺寸 那当然对于喜爱小表镜或者是呢 手腕尺寸稍微小一点的朋友来讲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或者是呢,夫妻情侣之间的选择一个男女对表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那甚至呢,譬如说爸爸自己买一只42毫米自己佩戴 然后呢,买一只38毫米的送给儿子女儿 当作一个父子父女相成的一个纪念的信物礼物 这也是很好的选择了 好,那这款表呢,是来自于2014年的电影 Interstellar 星际效应 它是诺兰大导演的科幻剧著 那在剧中呢,男主角Cooper就送了这只表给女儿Murphy 所以为什么这只表叫Murphy表 就是因为他是女主角的名字 后来呢,Cooper来到的虫洞之中 也是透过这只表把重要的讯息传递给的女儿 也成为拯救地球的关键 那照理说呢,在科幻电影之中出现的表 我们都会想象说应该很有科技感、未来感 但事实上呢,洛兰导演的品味美学 他事实上选择了一个比较低调、比较经典的风格 那事实上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毕竟妇女之间的日常佩戴表 做得太浮夸也不对 那造型呢,其实也是有很多Hamilton早期军表的元素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表壳的设计呢 就非常的浑圆,非常的简洁 但是呢,比例是非常好看 不然它的表圈的部分,它是做成亮面的 那表壳跟表的部分呢,则是带有法斯文的打磨 细节我觉得都是做得还不错的 而它的石标的部分,这阿拉伯数字 也是有很多早期军表的影子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六九,就很像是 这个佩纳海那种所谓的三明治室的面盘的设计 而且呢,它的夜光石标 它是做成的米白色 看起来是有点经过岁月沧桑洗礼 这种旧化的感觉 而它的指针呢,也是有名堂的 这个是所谓的教堂式指针 那事实上呢,这种指针最早是在所谓的 战壕、壕沟表之中出现 当时的军官呢,会佩戴一支像这样的表 那事实上呢,为了保护它 不受到战针或者是这个磨损的影响 在上面是有类似这种护栏式的 水沟盖式的造型 所以那上面有护栏之后呢 你要看清楚它的指针就不容易 所以它特别把像是小石针呢 就做成像响尾蛇一样的造型 尺寸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那当然这种所谓的蛇眼针呢 也成为后来冰式指针的一个源头 但是呢,它的教堂式指针 跟传统的教堂式指针 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针尖的部分呢,特别做得比较细长 那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所谓的针头式的指针 好处就是呢,它可以延伸到旁边的这些刻度 因此呢,在阅读上也是更加的容易 更加的清晰 而在它的中央大秒针之上呢 这里也藏了一个小彩蛋 它有一排希腊文叫Eureka 那据说当年阿基米德在澡堂中发现弗力定律的时候呢 他非常兴奋,就一丝不挂冲出去 大喊着Eureka, Eureka 那意思就是说呢,我发现了 所以呢,在电影Interstellar之中呢 Murphy发现虫洞的秘密的时候呢 他也非常兴奋地高喊着Eureka 那当然呢,在当时的电影道具之中呢 指针上面并没有这一行字哦 因为其实尺寸很小啦 那即使有也看不清楚哦 那这一次呢,这个42毫米版本上面 特别标注的这一行字呢 那当然是对电影的一个致敬哦 那也是一个小小的趣味 而另外呢,38毫米的部分 它事实上就没有这个设计啦 它秒针上面是很干净,很简洁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舌眼针 叫做是指针 它的尺寸跟它的造型上 也是做了一些微调 看起来更厚实了一点点哦 包含它的阿拉伯数字 时标等等哦 也都看起来更加的紧凑 因为它尺寸比较小嘛 它整体上面的元素 看起来就会更加的饱满 但总之呢,这两者 它虽然说呢 造型设计风格是一致的 但细节的表现上面呢 也是有所差异啦哦 那另外呢,表带的部分 这两者搭配的都是 看起来应该是小牛皮吧 小牛皮做了鳄鱼皮压纹的处理 包含上面也是有做了白色 米白色的缝线哦 另外呢,它搭配的是针扣 在日常佩戴也是非常容易驾驭的 而这两者呢 它搭载的都是 Hamilton的H10机芯 那事实上呢 它是以伊塔机芯为个基础 去做了修改哦 那当然它的表径呢 尺寸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背后开窗的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呢,42毫米的部分哦 它旁边的这个框的部分呢 就稍微厚实了一点点哦 这底盖会稍微做的比较宽一些些 这两者也是各有特色啦 我觉得细节造型还是做的不错 包含它表冠上面也有 这个Hamilton的H logo 而且呢,这个H也是比较简约的一个风格哦 另外呢,它的指针跟石标也都有填入 Superluminova超级夜光 所以呢,在低光圆处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明白 那尤其是呢,它的教堂式指针哦 比起一般的指针更加的宽厚 因此呢,它的夜光呢 也是更加的醒目更加的清晰 那另外我们稍微量一下它的尺寸哦 像这个42毫米的部分 那当然它表径是42毫米 表尔的间距呢 是大概差不多22毫米 而它的厚度呢 大概是10毫米左右 以及呢,它上下表尔的距离呢 则是大概差不多这个48毫米 那至于说呢,这38毫米的尺寸 我们稍微先量一下表径哦 38毫米,小表径 厚度的部分呢 其实差不多 而且甚至还稍微厚一点点哦 是11毫米哦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哦 那以及呢,它的表尔的宽度哦 大概差不多20毫米左右 稍微小一点点 那以及呢,上下表尔的距离呢 则是大概差不多44毫米哦 整体上面尺寸都稍微小 但是呢,厚度却稍微更厚哦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啦 因为照理说是相同的机芯哦 可能底盖的细节 有稍微做一点点的差异 然后另外也可以看到 表罐的设计哦 像42毫米就是一个 比较经典的H 而38毫米的这个表罐上面呢 则是比较新型的这种 有设计感的H的符号哦 所以两者虽然说是一样的设计啦 可是细节上面还是有所不同 然后再来我们稍微量一下 它的重量的部分哦 42毫米的部分呢 它的重量大概是79.6克 虽然也蛮轻的哦 那至于说呢 38毫米呢 重量更轻了 66.3克 佩戴起来呢 也是更加的容易驾驭 最早的一批Murphy表 它配有彩虹条纹的表盒 据说就是由 电影星际效应的美术设计 Nason Crowley本人亲自设计的 那当然它是致敬于 电影之中虫洞的场景 但是呢 它限量只有255个哦 卖完就没有了 那事实上呢 Murphy表它本身并没有限量 那只是说呢 后来推出的版本呢 它就没有配彩虹条纹的表盒 而是一般这种木纹的表盒 那它质感细节是不错的哦 包含它这个你真的木纹 以及呢 里面也是灰色的内装 看起来是高贵典雅 收藏起来也是相当不错 38毫米的部分也是如此哦 虽然说呢 不能够拥有 这个致敬电影之中的采用表盒 但是呢 只要Murphy表持续有在推出哦 那对很多表迷 甚至电影的影仪来讲哦 都是一个圆梦的机会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 Hamilton卡奇陆战系列 Murphy表的简单介绍 从2019年推出到现在 一直都有表来询问哦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它是一支有故事的表 最近电影星际效应之中的 经典场景 而且呢 造型也是简洁低调洗练 日常备戴也是非常实用 非常的耐看 尤其呢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亲民哦 像是42毫米的版本 定价只要台币31600 那至于说呢 全新推出的38毫米 那当然多了一个选择哦 价格是三万有找 台币只要两万九千一 那当然可能会有人觉得 那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呢 38毫米还是42毫米 会有选择性上的困难哦 那我只能说 小孩子才做选择 因为呢 像这样子 这个电影主题的万表 一个不嫌少 两个恰恰好 那如果不知道选哪一个 那干脆就两个都收不就得了吗 好 那么以上就为大家简单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咱们下支影片